大家好,欢迎来到Mess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我们的MessGo中的日期时间函数 那接着往下看,来看一下我们的条件判断函数 首先呢,在这可以看到有三个常用到的条件判断函数 第一个if,第二个if not,第三个case when 这样的一个形式 首先看第一个,第一个呢,看一下它的结构 如果这个表达是为真,成立的话 那返回的结果是V1,那否则呢,返回的是V2 第二个结果,或者第一个结果 就相当于我们peerp中的if else 如果第一个表达是为真,结果呢,是显示V1 否则呢,显示V2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拿我们的这个学员表为例 select,use一下CMS select一下新号 fromstudent 那现在呢,如果学员的分数大于60的话 我就告诉他是及格 大于等于60代表及格 否则呢,代表不及格 这时候你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IDusername 接着写成一个score 写成ifscore 大于等于60如果为真的话 我输出一个及格 即格 否则呢,是不及格 fromstudent 你看到 大于等于60代表及格 小于等于60的话 都是不及格 这样的一个形式 相当于我们peerp中的if else 那接着再往下 if not if not是检测值是否为空的 如果第一个值为空的话 就显示V2 否则呢,就显示第一个值 那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cmsuser表中 fromcmsuser 有一个年龄是none的 test1这个用户 那接着如果他的年龄为done的话 我给他写成一个值是100 或者写成一个0 你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 idusername 包括age from 逗号 if not age字段 如果为空的话 写成一个值是100 from我们的cms的user 你看到 这个age字段只是none 那现在呢 我给他一个值是100 所以说你可以把 none值替换成其他的值 也可以 通过if not的函数 那接着再往下 看第三个有句结构 case win 第一个表达是 lone 一个值 win第二个表达是 lone 第二个值 else呢 还可以有这个形式 它就相当于我们的 if else if的一个形式 那要多个条件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用这种 case win的一个结构 case呢 表示我们函数的一个开始 end呢 表示函数的一个结束 那如果这个表达是1 为真的时候 那我们返回的是一个 v1 第一个结果 那如果表达是2 如果你有表达是 多个条件的时候 如果表达是2为真 那返回v2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还拿我们 这个选表为例 我们select一个 id username scal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 case语句 case一下 那现在我们要求得到什么呢 想得到一下 你的分数 如果是大于等于60 那接着呢 我们写上一个 或者大于60 我告诉你 挺好 那如果等于60呢 是代表刚几格 那接着如果 不等于60呢 就else呢 我们就写上一个 失败 不几格 那如果要是等于 如果要是等于60呢 我们代表是刚几格 那否则呢 就代表不几格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应用这种 case语句 case when scal 如果是大于60的话 我写上一个 the 刚刚几格 接着呢 再往下 如果还有其他条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问 如果等于60的话 问 case when 不是where when 接着 scal 如果等于60的话 这个大于60是 挺好 继续努力 那等于60呢 是太险了 刚几格 the 太险了 刚几格 那else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pwp中的else 你也需要写一个else 那就是没有几格 没几格 没几格 接着end from我们的student表 else else 我们是不是少写了一个 没有问题 end from student 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语句在这里边来写 我们把这个语句在这里边来写 select id username scal scal 接着 case一下 问 你看到我们的语句形式 case 问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我们刚才是不是少写多号了 case 问 写成一个scal 大于等 大于60的话 z 写成一个 及格了 或者先写成一个a吧 或者写成及格了 不错 接着 接着 写成一个 问 scal 如果等于60的话 代表刚几格 z 刚几格 那else呢 写成一个 没几格 接着 end 结束了 from student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正确 好 你看到 95的是不错 35的是没及格 45的没及格 没及格 接着我们这里边 没有等于60的 假如说等于一个80 写成一个不错 简单来测试一下 所以说还是不要直接在这个命令行中 来写 scal等于80是刚及格 我们简单看一下 是否出现一个刚及格 有一个80的 那这个不合适啊 因为你大于60是不错 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只会出现它 那如果等于60呢 或者你是大于80 不错 接着如果等于 小于80呢 或者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80 是刚及格 这也不合适啊 我们来看一下 大于80 不错 那接着如果是等于 等于60呢 写成一个刚及格 else的没及格 这样的形式 你看到 95的是不错 没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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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没及格 那这也不合适啊 对吧 还是我们这个条件 写的有问题 应该是 大于60不错 等于60是没刚及格 else呢 是没及格 这个是对的 来看 没及格的有 三个 四个 那大于60的 都代表不错 正好等于60的 应该是刚及格 那我们这里边没有 也没关系 那接着你可以 自己再往后来写 也可以 可以多个条件 接着你再问 再问 最后一个 你可以有else 也可以没有 相当于我们 peerp中的 ifelse语句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再来看一下 我们常用的一些 系统信息函数 这个呢 也比较简单 基本上我们都用过了 像得到当前的版本号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select warsen 包括得到当前的 服务器的连接数 connection id 包括我们的 得到当前打开的 数据库 database 或者是scammer 我们都已经用过了 cms库 得到当前的用户 你可以使用user 或者是system user 或者返回当前的用户 sys current user 或者是常量的一个形式 你看到都可以得到当前的用户 包括得到当前的字符集 select一个chart site abc或者三个a utf8 包括当前的教研字符集 写成一个collection utf8 general ci 接着再往下 最后一个还挺好用 得到最近生成的一个auto increment的值 得到这个插入记录产生的这个自增长值 那现在拿我们的用户表为例 show curate table student 学员表为例 当我们再插入记录的时候 应该得到的是 10 那现在你来写上一个selectlastinsertid 你看到 他返回的14 那接着这是我们之前插入的记录 产生的这个自增长值 那现在如果你在像这个student的表中插入一条记录 你看到应该得到的是10 student username 包括score values 写成一个aa 分数12 当你在插入一条记录之后 得到上一步插入记录产生的自增长值 应该是10 首先呢 你这个表中一定有自断是自增长的 我才能得到这个最后一步插入操作产生的自增长值 等以后呢 到我们这个pwp程序的时候呢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函数来得到自增长值 也是可以的 好 这是我们常用到的系统函数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两个看一下 一个是条件判断函数 一个是系统函数 下节课呢 我们再把剩下的这点函数说完就可以了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